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 快速走出过去的五个方法 我知道大家心里总会有个人 好像是怎么样也忘不了的 然后你想要谈下段感情 又会觉得怕怕的 觉得说心里有那个人的影子 好像多努力 那个人的影子还是一直在你心里面 一直跟着你 让你永远都走不出过去 我也要跟大家讲说 其实没有真的忘不了的回忆 也没有无法放下的人 你之所以会觉得忘不了 其实是因为时间还过得不够久 不足以冲淡那些记忆 以及你没有用对的方式 来忘掉过去而已 那要是万一你找到了对的方法 其实走出情商的速度 就会快得非常多 那以下是我自己在失恋的时候 我要忘记对方时会用的五个方法 第一个我会做的事情是 删除对方的号码 然后我要跟大家讲 就是现代人常常手机不离声 那因此如果你每滑一次手机 就看到对方的号码一次 难免又会勾起伤心事 其实只要看不见 想起来的机会就会自然少很多了 因此删除号码 其实就是这个作用 万一你真的不忍心删除它的号码 没关系 其实你可以另外将它的号码 写在一张纸条上面 然后将那个纸条 藏在一个很隐秘的地方 听到这边应该很多人会觉得说 你写下来跟没有删掉不是一样吗 其实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平常在滑手机的时候 或者是你要拨给其他人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看到那个 你忘不掉的人的号码 但是如果你是另外写在纸条上面 你是必须去翻出来 才会知道那个号码是什么了 也就是说比较不容易出现那种 迷迷糊糊传讯息给他 或者是喝醉打给他的状况 那你在找纸条同时 也会提醒自己 我是应该要忘记对方了 而且说真的人是有惰性的 久了你就会因为懒 就不会想要去找那个纸条在哪里了 可以说是能慢慢忘记对方 而且比较不痛的方式 第二个我会做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会删除对方的简讯和照片 那同上个方法的原理是一样的 你越少能看到构起回忆的东西 你就越少有机会去想起对方 那当然最好的方式是 直接将简讯啊照片 全部一次清除干净啊 但我也知道你们还是会舍不得 那你也可以另外先将他备份起来 放在电脑中某个 你很少弄到的资料夹里 或怎么样都可以 总之只要你的手机里面 没有那些照片或简讯就行了 你要让这些东西啊 远离你最常碰触的物品 要是你的房间里啊 有实体的照片 或是其他两个人的共同物品啊 也请将那些东西丢弃 或是将那些东西搜集起来啊 放到你的床底下去 不要让你自己随便一看 就可以看到那些东西就好了 第三个我会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会认清事实 并大哭 每次失恋我都会给自己一个沉淀的时间 那那段时间啊 其实我不会跟任何的亲朋好友联络 因为一联络他们问起 我就会哭 也会尽可能的除了工作以外就不出门 总而言之我就会想要一个人待着 而这时候 我会做的事情就是尽情的想念他 老实的承认我就是 还是喜欢那个人 但同时我也会很清楚的告诉自己 对方已经不爱我了 这样的过程听起来很自虐对不对 但其实啊 这个是让自己死心最快的方式 要是啊 我一直为对方找借口 催眠自己 对方还是很爱我的 只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在一起 那我就会因为心里还留存着希望 而继续等待 那与其空等呢 我不如让自己面对现实 告诉自己再怎么努力 对方也不会回头了 这样一来 我就会不得不前进了 另外男生你们不要觉得哭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其实你关起房门来哭啊 不会有人知道的 你想哭就哭 没有关系的 因为你就是很难过啊 那你就哭吧 哭完了再擦干眼泪就好了 所以不要有那种包袱 说什么男生就是不能哭 然后就是把这个情感压在心里面 那是真的非常不健康的 第四个我会用的方法 就是我会想对方的各种缺点 尽可能的丑化对方 好我知道这个方法听起来很幼稚 但真的相当的有效哦 我在大哭的同时啊 我会开始想对方的缺点 用各种我不该爱他的理由来说服自己 要是他真的没有什么让人家可以说的缺点啊 我也会印想几个加在他身上 简而言之我会借着 试着讨厌对方来忘记自己喜欢他的心情 而且反正我只是在心里想着而已嘛 我没有真的去造谣或去抹黑对方 所以对方也不会真的受到什么伤害 而等我完全走出来以后啊 其实我也不可能会真的恨着对方 毕竟你会知道 那个有一部分不是真实的 你不会觉得说那个人真的是100%的恶人或什么的 而且那时候你已经不在乎了 就不会有讨厌或不讨厌的心情了 第五个我会用的方法是 情绪比较稳定的时候 我会开始和朋友出去 好在我情绪比较稳定之后啊 我就会开始和他们出去 当然我也不会排斥认识新的人 我一直都觉得啊 在治疗情伤的过程中啊 没有新的刺激辅助是很难痊愈的 因为会很容易困在自己的小圈圈里头 然后就越来越钻牛角尖 所以这时候如果可以和不同的人说话 做些不同的事情 就会让你暂时的分散你的注意力 你的心思比较不会放在失恋上面 那痛苦的感觉就不会那么严重了 那久了啊 你就会渐渐习惯了没有对方的日子 会开始觉得 在认识他之前 你都能好好的过 那为什么在他离开以后 你没办法变回原本的样子呢 好 以上这些啊 就是我在失恋的时候会用的五个方法 那推荐给在失恋中的朋友试试看 虽然有些听起来很幼稚很不成熟 但如果有用的话 又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到我的粉专按赞 或者是来追踪我的YouTube 如果你还需要更多的恋爱资讯 那别忘了来订阅我的Pressplay哦 我是以轩 拜拜